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热衷在做传产 我觉得你们也没错 但是我早就有提醒过大家了 我说台面上它的主流 因为它会轮动 而这种轮动它其实就是静悄悄的 是你看不到的 我不是说举过例子吗 我左手赚了满满的传产股 我获利出清 相对的我会把钱移过去 去买目前来讲 急剧有补涨空间的一些股票 所以为什么我先告诉大家 也许太多 已经有一段时间很少老师在提电子股 我是不是告诉大家 我说就我的判断 这个主流会慢慢回归到 比如说像半导体 或者是回归到像IC设计 当然因为半导体跟IC设计族群这么的多 股票这么的多 不可能全部做 而我比较偏向于小股本的 所以我集中火力压载IC设计 昨天是不是正式启动 整个这个IC设计的作战 我们首战今天3169了 亚信昨天都开始布局了 今天一样早上再做一次加码 限买限转涨停板 而亚信如果你在上个星期 你有来索取这一份决战 IC设计的潜力股的话 第二支遮起来这一支就是亚信 不信你们去拿出来看 看是不是亚信 昨天是这一支涨停 昨天是这一支 昨天是这一支涨停 今天换亚信 你看我分享的股票 就算你不是我的会员 也可以沾沾到会员的喜气 也许你说老师 你会有名奖可以买亚信 不是这个道理 我分享出去的股票 只有目前这一支比较弱一点 其他今天都不错 我讲真的 这是平常心讲的 包括这一份资料里面 这四支今天的表现也不差 昨天这支涨停 今天稍微整理 可是另外这三支 我刚刚看了一下 今天也OK 对不对 只要你敢买都有赚 这不是会员 你光来跟我拿资料 照理讲你就可以赚钱 那更不要说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的话 那当然恭喜是我的会员 昨天的亚信 我们是不是就开始布局了 而且这是一般会员的股票 来 这是昨天 来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昨天 昨天大盘你说很强吗 还好嘛 对不对 今天大盘中错一百多点 对不对 也不好 可是为什么昨天 我就开始执行我的决战 IC设计的计划 昨天开始你看6月8号 有没有看到 开始带典会员 1月5 1月6 开始买进 特会跟一般会员都有亚信 都有 这是昨天买进的 昨天的亚信表现一般般 我们也不追高 我们就低阶 1.25 1.26买进 今天早盘的亚信 开个平高盘 对不对 开个平高盘 一样 既然锁定了就买进 你们看到 这是一般会员 一样 空手的 1.27 1.28持续买进 今天不用我多讲 现买现乱长停板 就像我有讲的 如果你今天 加入周老师的决战 6月天的作战计划 按照本计划的执行 有没有看到这句话 短线波段为主 短线有加差 一样会带出 当天如果有获利 会执行当冲赚取短线的加差 今天亚信有没有长停 有吗 随便卖都可以卖在长停板的 所以我今天上节目前 发了一种口讯 9.51分发的 你持有亚信的 请注意你要做当冲的 或者隔日冲的 你可以在长停板的附近出厂 如果你昨天买的 今天可以做隔日冲 赚更多 如果你今天买的 也许没有昨天买的赚得多 但是一样可以做当冲 今天当然我们所上的股票 不是只有亚信 当然我们常讲一句话 这个好的开始 就是成功的一半 对不对 股仁常在讲 我们所占的亚信 是我昨天带进的第一支股票 我最近一共抓了 大概八支IC设计的股票 然后会分散在各个会员的等级 基本上来讲 对于每个会员的等级 都很公平 每个等级的会员 都有不错的股票 但是今天因为亚信表现比较强 我们就持续来跟他聊一下亚信 我想亚信 我并不是第一次 在节目上跟他分享 记不记得我之前就跟他讲过 我说有很多的股票 对不对 从高档跌下来完之后 其实他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亚信从四月份创新高之后拉回 你看 从220一路得到升96 接近腰斩 比腰斩还惨 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 可是亚信的营收并没有变差 可是为什么股价压这么深 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去怀疑 就是说 他营收又能创新高的情况之下 股价又被打得这么深 是不是有错杀的嫌疑 再加上他在压回的过程中 你看这个筹码相对的稳定 虽然而且你看最重要是他高档这里 并没有报大量 如果主力真的在最高档这边 有拉高出货的话 照理讲这个量应该是在这边 所以就我的判断 我觉得像亚信这种股票 因为他在高档主力 并没有完成出货 所以经过错杀之后反弹之后 他急剧有补涨的空间 他的营收也没有什么边差 对不对 前四季 不是前四季 前四月的营收 包括五月份要公布的营收 都是OK的 所以这样子的股票 好啦我们先不去考虑 他股价合理或者不合理 至少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股票 就是我在这一波布局里面来讲的话 很重要的标的 记不记得我昨天有跟他看过这张图 我昨天不是有列举了几张这个吗 来你看 你看这几支都是已经开始待会员布局的 都是IC设计 你看我现在在布局的每一支股票 都是类似像这样子 拉回整理 价格远量说卡位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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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支就是亚信 这支是亚信 看股价就知道了大概120左右 能看到这一支是亚信 所以大家了解到就是说 当你在满头热 当你一直在想 我就是要钢铁人 我就是要航海王的时候 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个性比较奇怪一点 我就偏不要 我就偏偏要做我有把握的事情 记不记得我之前 前一阵子跟他讲过 我说根据我对我自己的统计 我先讲我对我自己的统计 就是说以我操作 我们讲说在上个月来讲好了 以我的操作来讲的话 战机最好的 基本上来讲全部都是IC设计股 你说其他的股票没有赚很多吗 也是有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当然以敦泰来讲是赚得最多的 以敦泰的模式 我们讲模式赚得最多 你看从第一笔进场 然后中间又加码 又做当冲又做加差又做套利 加加种种起来 一共累积了186块的价差 我不要算报酬率 如果以报酬率从最低点开始算 超过一倍的 但是我不要这么算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赚价差为主 我们不是要拼什么绩效 拼什么赚百分之几百分之几 当然敦泰等一下再跟他聊 你看先进光赚了33块 也可以 金居赚了25块也不错 以这种中价国来讲赚25块很多 新唐更不用我多讲 出手三次 两次当冲累积55块 当然讲到新唐 就很多的故事可以讲 昨天新唐跳风大跌 外资进场买了4000多张 但是我昨天不是跟他讲过吗 我说很多股票 他到了一个相对的高位的时候 说真的啦 主力在高档卖股票 他会登报纸跟你讲吗 主力他准备在高位 开始震荡出货的时候 他会在媒体要诉你吗 不会的啦 所以你只能 大家知道就是说 你在底部选股票 基本面很重要 因为基本面是推升这只股票 能不能大涨的一个关键 可是当股票涨到高点的时候 基本面它不一定有用 你必须要利用其他的方式 来研判高档 那所谓的其他的方式 最直觉的就是什么 看K线 所以你看 这个高位这边 这么多人在这边擦香 什么叫擦香大家知道吗 最近庙里不能去 如果你有去庙里的话 哇 那个炉上面不是擦了很多香吗 就是这种概念 结楼上面擦这里有多香 那不是在拜拜吗 在相对的高位区 出现这么多的擦香 你觉得他能躲好 就像这边一样 早晚三只香迟早做头的 所以在我的判断来讲的话 很多人会问我新唐 我就告诉你 卖了吧 建好就收 我相信每个扫码进来问到新唐 我都是给一模一样的建议 建好就收 听得进去我恭喜你 昨天新唐大碟跟你没关系 听不进去的 你还是会问我老师怎么办 那我能说怎么办呢 该讲的我都讲了 但是我知道 很多投资朋友 有很多自己执着的想法 你信不信今天大盘中错白点 刚刚看是白点 对不对 当你看到 你满头热的传餐股 今天在压回的时候 你再去看看 为什么我要提早转账IC设计 你就会有感觉了 你知道什么感觉吗 你就要相信我讲的 主流它是会轮动的 你心里面的主流 我打个比方好了 我们那个年代在当兵 我们的偶像是谁 我不太好意思讲出来 到时候被人家笑 什么金瑞瑶阳岭 对不对 你现在讲这些人 出去被人家笑 对不对 现在谁在跟你聊这些人 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 还在当兵的时候 对不对 不都是聊这些 那你想嘛 经过30年之后 谁还在认识这几个人 对不对 谁还认识这几个人 十几年前还会跟你聊林志玲 现在有人在聊林志玲 好像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了解到 就是说股票市场 它的这种轮动轮涨格局 我这么讲好了 一般的投资朋友 他其实要掌握得住 真的很难 也许你不太相信我讲 因为当我上周再告诉你 我要开始布局 为什么我先送你们资料 大家还搞不清楚吗 为什么我在上周的时候 对不对 我先准备了两份资料 我先送给你 其实我就是在告诉你 信不信随便你 因为这个礼拜你看到 一定跟上礼拜不一样 我有没有说错 也许人会说 周老师你运气好 来到亚信涨停板 做股票能靠运气吗 如果靠运气的话 来 新唐怎么赚的 这都靠实力 85 86建议你出清 深科怎么赚的 靠运气吗 不可能吧 33.3叫你全速出清 浦臣怎么赚的 对不对 靠运气吗 不可能吧 34.5叫你全速出清 卖了掌停板 今天浦臣也不错 可以来聊一下 看起来不错 对不对 像这样子的股票 你看 它的形态跟亚信像不像 你们自己看 像不像 跌身之后 先打个小平台准备突破 你们可以自己决定 我不干预 我只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今天就像我一贯的风格 我一直跟他讲的 今天我做股票 有个原则 数十年如一日 从来没改变 我要买在起账点 你跟周老师所参与的每一支股票 当然我这边要重申一下 会员加入的时间 因为有早加入跟晚加入 所以有些股票 可能很多新加入的会员 他可能错过了起账点来买点 但是没有关系 你就按照我的指示去做就好了 也许你买的成本 会比救会员稍微多一点点 但是这没有关系 反正该出的时候 我们就全部都会出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要心理准备 这样懂了吧 就是说 当然如果你现在觉得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如果你觉得说 现在参与跟着周老师 一起决战六月天 我们来只做爱惜设计 如果你觉得这个时间点 还来得及的话 我非常欢迎你 对不对 赶紧加入 不要说我没有告诉你 亚信绝对不是开头而已 你看今天涨停满的股票里面来讲 你们自己看一下 就几支IC设计的股票了 这个绝对只是一个什么 一个头 当然我不想去跟他聊高端 到时候会被人家贴标签 这个我就不去聊了 我就做我自己想要做的就好了 我不去跟你分析什么 生意那一些的 反正我觉得股票会赚钱 不一定要去买那种什么 台面上现在真热门的 我们做有把握的事情 所以你看我告诉大家 什么是周老师有把握的 IC设计 对不对 普城出清 对不对 当然正达不是IC设计 这是我们前一波做的 你看正达也是一样 赚了14.8的价差之后 你看在6月1号那天 35.2全数建议你获利出清 包括金鸿也是IC设计 今天的金鸿还是不错 还是很不错 但是不要追了 金鸿是我在5月18号那时候 送的资料里面你们看到决战半年线的 潜力股里面的其中一支金鸿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让你知道金鸿 今天通家也好强 涨停板 跟那个老师会不会赚钱 不一定参加那会员 你光看我在节目上跟你聊什么股票 你就知道跟这个老师会不会赚钱 我没有收你们半毛钱 通家金鸿 这个都是目前台面上 最强的两支股票 好兄弟啊 你自己看通家 还在涨停板 准备要突破钱高的 我昨天就跟他预告 我说按照这种形态这种角度 迟早突破钱高的 就像我跟他讲过了 当你在看 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他举个例子 我说很多人 买股票其实有个惯性 比如说当我看到 阳明在大涨创钱高的时候 对不对 你想把阳明都突破钱高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投资本 他可能会去买什么 比如说买星星 但是没想到他没有过钱高 很多人就去买什么 台航 你看他们过钱高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我也会这么做 可是现在很多人都会犯了一个毛病 当你买了股票 不像阳明可以突破钱高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表示你买到什么 相对弱势的股票 那你就要懂得找卖点 找退场点 我没有说不能买航运股 只是说我们今天在看待一个版 一个族群来讲的话 他一定会有一两支特别强的股票 来给我们当成一个什么 参考嘛 就比如说新唐过钱高 就比如说什么 金鸿过钱高 对不对 因为已经有股票表态 告诉你 这个族群是有机会的 那我们就从这个族群里面去找 去组合 去当然我不是说我现在配的股票 全部都会突破钱高 但是这就是一个方向 他已经在告诉你 这个族群在未来 是非常有机会大找的 大家懂那个逻辑吗 所以为什么我在昨天 开始带领会员布局亚信 我不是说他会过 我先跟他讲 我不是说他会过钱高 但是这样子的股票 非常极具有补涨的空间的效应 这个就是很多投资朋友 他不懂的地方 如果你真的不懂 没关系 决战六月天 IC设计 我们首战 都是以IC设计为主 有幸运的投资朋友 欢迎来听恰讯 我们先进行广告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成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回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成通土部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照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土部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成东东部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成通土部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照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土部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停水时记得关闭抽水马辣 以免空转 除水容器记得加盖 但不要放超过三天 洗澡加快速度减少用量 妹妹欢迎咯 洗澡水也可以再利用 要洗的东西尽量集中一次洗 饮用水记得煮备 注意卫生 喝多少就装多少 珍惜每一滴水 养成节水习惯 我们一起 什么叫复制敦泰的模式 来 我们聊一下敦泰 很多会员跟我反映说 周老师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再来 享受一下复制敦泰的模式 没问题 亚信就是最好的开始 从现在开始 我每一支股票的做法 完全会复制敦泰的模式 只要它有量有价 因为有时候要复制敦泰的模式 也不是那么简单 万一这个股票它的波动 或者是它的量 它的比如说做转率 没有那么高的话 也不是说那么容易 就是可以天天都有价差可以做 然后天天可以做当冲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这种想法 非常好 我也喜欢 所以我们如何去复制敦泰的模式 当然最关键就是 你要把握逢低的买点 你看我们把时间绕到 5月18号那一天 我建议惠远敦泰 因为目前在季线这边震荡 我们逢低布局不追高 建议153 115开始买进 5月18号 当然现在你要回去买这个价位的敦泰 很难了 真的是很难 但是为什么大家对于敦泰的这个 我的这种做法 大家非常的认同 因为我们从几乎最低点一路到上去 光累积的价差 几乎基本上来讲就已经赚了一倍 如果你不当冲不做价差 当然要翻一倍比较难 但是关键在哪里大家知道吗 关键就在于说如果这只股票 它真的有一个波段的行情可以起账 你觉得底部只买一笔不是很傻吗 你应该是要带着干亏往前冲 然后一路买买买买买上去 一路买到它仗不动为止全数获利出清 当然我卖早了 这个我知道 我自己知道我卖早了 但是虽然我卖得早 但是我们所累积的价差 也不会比较少 你如果从153 八到目前为止 240 當好一張賺10萬也可以 那是一張 但是你說有多少 你敢買10張的也不多 所以你要知道說 我們現在開始 我所有的股票 只要有量有價的股票 會一律複製敦泰的模式 在這邊就是要提醒大家 你想要賺得比人家更多 關鍵不是你敢不敢追股票 關鍵是你要把握 每次股票的起账點 這才是重點 我相信我在節目上跟他聊過的 每一支股票 包括驚鴻 5月18號分享的 是不是剛剛買在起账點 3588通家 5月18號是不是 記錄都在起账點 沒錯吧 也許你會覺得說 這話說我只要能夠買在起账點 重壓的話到今天就學煩了 沒有人這麼做的 做股票就是順勢 當這支股票的表現 符合你預期的時候 你要順勢去操作它 這是很多投資本它做不到的 所以需要老是在帶 所以你看 5月18號那一天 好 當天現買 有現賺漲停板 衝不衝看你自己 衝不衝真的看你自己 但是要自己記得 如果這支股票真的符合預期 是不是應該趕快再把它買回來 所以你看 49號那一天我先建議逢高賣 我先建議逢高賣 之後壓回再接回來 高賣低買做價差 你看 高賣低買做價差 光這一趟就9塊錢的價差 再把它買回來之後 尾盤要衝的人再衝 有沒有看到 178 179你想衝的人再衝 光那一天價差就加進40塊 再來 那既然敦泰表現符合預期 那當然要一直買 所以你看5月21號 170 171再買 當然有的人會覺得說 周老師我都買了150 我自己我怎麼可能去買170 不要這種想法 因為當一支股票的表現 符合你預期的時候 你只能順勢一直做 而這種做法 是很多人一直做得不好的 沒關係我做給你看 真的不會做 沒關係就跟著我做 就這麼簡單 趁現在很多股票正準備起漲 你不要等到說 哎呀很多股票漲上去之後 你才來找我告訴你 我已經跟你 我已經邀約你了 我已經邀請你了 我已經很清楚的告訴你 對不對 我都準備好了 剛剛不是跟他講了嗎 在這一次的佈局裡面 因為我是提早佈局 我不是說等到說 股票漲了之後才來跟他聊 我是提早佈局 我所送給他的資料裡面 還包括這些股票 你看 這個都是我精選過的 都是準備要突破的 準備要突破的 準備要突破的 你看這支是雅興 是不是突破了 突破完之後 因為我們有把握 絕佳的逢低的買點 所以只要這支股票符合預期 一路往上走的時候 想法很簡單 就是順勢做 老媽 趁現在邀請你 加勒作法師決戰六月天 IC設計的尊攬計畫 這個月我應該都主力攻在IC設計 下個月下個月再講好了 先不要問我以後的事情 先把IC設計做好就對了 好不好 有任何不了解 不清楚的地方 都非常歡迎你來邊掐詢 最後欲助說了投資票 超市順利 我們下午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營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都投庫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成都投庫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回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其中 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成都投庫 擁有股票 起貨 雙智兆 帶您領先 公司營運主軸